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 当他父亲发现树被砍了 气得火冒三丈 却被小华盛顿以一句我不能说谎的名言所打动 最终原谅了他 这个故事的趣味在于 华盛顿的城市被视为一种美德 但我们也可以想象 这位未来的总统在面对树木时 似乎比面对政治对手时更有勇气 想想看 面对一棵树 他可以毫不留情地挥舞斧头 而在政治舞台上 面对对手时 他却需要小心翼翼 生怕一不小心就砍到了自己的选票 这个故事的另一个有趣之处在于 他反映了美国文化中对城市的崇拜 华盛顿的形象被塑造成一位无懈可击的英雄 然而 历史学家们却指出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或许这只是后人为了塑造华盛顿的形象而编造的神话 但无论如何 他却成功地将城市与树木结合在一起成为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在政治的舞台上 城市与谎言之间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 就像华盛顿的树木一样 政治人物有时候也会面临砍树的选择 当他们面对选民的期望时 是否能够像小华盛顿一样 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 还是会选择用华丽的词枣来演示事实呢 总之 华盛顿的目装不仅是一个关于树木的故事 更是一场关于诚实 道德与政治的脑具 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 能够像小华盛顿一样 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选择 无论是面对树木还是选票 记得诚实永远是最好的政策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美国的第一个冰淇淋 一场甜蜜的混乱 当我们谈到美国的冰淇淋时 许多人可能会想起那个炎热的夏天 手里捧着一球香草或巧克力冰淇淋 享受着甜蜜的滋味 然而 您知道美国的第一个冰淇淋背后 其实是一场甜蜜的混乱吗 故事要追溯到18世纪 当时冰淇淋在美国的上层社会中悄然流行 据说 第一个在美国制作冰淇淋的人 是乔治 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 他在1789年时曾经在他的日记中提到过冰淇淋的制作过程 想象一下 这位未来的总统在白宫里忙着搅拌冰淇淋 可能还会对着他的厨师大喊 再加点糖 这样才能让我的选民更爱我 不过 真正的混乱发生在冰淇淋的普及过程中 随着冰淇淋的流行 许多商人开始尝试各种不同的配方和口味 这时候 冰淇淋的制作过程并不像今天这么简单 没有冰淇淋机 只有冰块和盐 想象一下 厨师们在厨房里一边搅拌 一边试图不让冰淇淋变成一团冰块 这简直就像是在进行一场科学实验 而且 当时的冰淇淋口味也相当大胆 除了我们熟悉的香草和巧克力 还有一些奇怪的组合 比如姜味冰淇淋和香菜冰淇淋 想象一下 您在派对上品尝到一口香菜冰淇淋 然后甘大地微笑着 心里却在想 这是什么鬼 随着时间的推移 冰淇淋的制作技术逐渐成熟 口味也变得多样化 到了19世纪 冰淇淋已经成为 美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冰淇淋店 这时候 冰淇淋的制作不再是厨房里的混乱 而是一门艺术 所以 当您下次想用冰淇淋时 记得感谢那些在历史上 为这一甜蜜的混乱付出努力的人们 毕竟 没有他们的尝试和错误 我们可能还在吃着香菜冰淇淋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火鸡的选举 谁是感恩节的真正候选人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题 火鸡的选举 谁是感恩节的真正候选人 在这个充满感恩与美食的节日里 火鸡无疑是主角 但它的地位却并非一帆风顺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感恩节的历史 感恩节源于1621年 当时的英国清教徒 与美洲原住民一起庆祝丰收 据说 当时的晚餐中有火鸡 玉米 南瓜等食物 但火鸡是否真的成为了主菜 历史学家们至今仍在争论 或许 当时的火鸡们 也在进行一场选举 争取成为餐桌上的明星 在这场火鸡的选举中 我们可以想象几位候选人 首先是传统火鸡 它代表着经典的感恩节晚餐 身披金黄的外衣 内心充满了丰满的肉质 它的竞选口号可能是 让我们一起感恩 让我成为你们的主菜 接下来是素食火鸡 这位候选人主打健康与环保 可能是用豆腐和香料制作而成 它的口号是 不吃肉也能感恩 让我们一起拯救地球 这位候选人 虽然不如传统火鸡受欢迎 但在素食者中 却有着不小的支持率 还有一位候选人是火鸡汉堡 它代表着现代化的饮食趋势 主打便捷与创新 它的口号是 感恩节不必拒泥于传统 让我们一起享受新口味 这位候选人虽然有些叛逆 但却吸引了年轻一代的选民 在这场火鸡的选举中 最有趣的莫过于火鸡赦免的传统 每年 美国总统会在感恩节前夕 赦免一只火鸡 让它免于成为晚餐的一部分 这仪式不仅是对火鸡的仁慈 也是对感恩节精神的致敬 想象一下 那只被赦免的火鸡 心中暗自得意 可能会在心里想 看吧 我才是这场选举的真正赢家 总结来说 火鸡的选举 不仅是关于食物的选择 更是关于传统与创新的碰撞 健康与美味的平衡 无论你选择哪一位候选人 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感恩节 与家人朋友一起分享美好时光 感恩生活中的每一份祝福 希望大家在享用美食的同时 也能对这些火鸡候选人 多一份理解与包容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一段 有趣的历史之旅 从华盛顿的木桩 到美国的第一个冰淇淋 再到火鸡的选举 每一个故事都充满了幽默和启发 总结一下 我们首先了解了华盛顿与城市的关系 这不仅仅是一个树木的故事 而是关于道德与政治之间微妙的平衡 接着 我们品味了美国的冰淇淋历史 从混乱到艺术的演变 让我们对这一甜品有了更深的认识 最后 我们探讨了火鸡的选举 这场充满幽默的比赛 让我们看到了传统与创新之间的碰撞 深入分析来说 这些故事不仅是有趣的插曲 它们也反映了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 无论是华盛顿对诚实的追求 还是冰淇淋的创新 亦或是火鸡的选择 都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 不断寻求进步的缩影 而在政治舞台上 诚实与选票之间的平衡 则是每位公民所需面对的挑战 所以 我们不妨轻松一点 带着幽默感来看待这些历史事件 毕竟 生活中有时需要少许幽默来 调和那些严肃的话题 就像冰淇淋可以让炎热的夏天 变得清爽一样 在此 我也非常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分享你们对这些故事的看法和感受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或者你最喜欢的冰淇淋口味 是哪一种呢 让我们一起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Some video hirsutа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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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